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是力拼在今天要在院会通过国会改革无法 结果呢一早的乱象相信大家看到乱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立法院长韩国瑜在稍早是继续进行朝野协商 但是民进党的立委还是不断的爆发冲突 那稍早是发生了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他为了要抢走这个奇案居然跑去攻击秘书长周万来 当时现场的情况交给陈佑 好主播我们目前持续在立法院掌握到这个最新的状况 那么目前您所在议场看到的部分是国民党的立委们持续在镇守在主席台上面 那现在在这边比较没有冲突的状况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韩国瑜在召集朝野协商 要来讨论下午的任会要如何进行 但是刚刚在下午三点半左右倒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起冲突 而且这个冲突真的是让大家不可置信 也就是原本都是蓝绿白之间的立委在对抗 没有想到民进党的立委们因为一直没有办法突破防线 所以居然把这个主要的攻击对象 转移到了立法院的秘书长周万来身上 而且这个人就是民进党的台南立委郭国文 他在这个立法院议场内看到周万来走进来 直接抢走了他手上的一个提案 一个中壮年的立委 然后去对上了72岁的秘书长 这样子公然的欺负秘书长 画面如何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报告院会 现在这个我们一直听这个情况 拜托各位委员继续维抢一下 我们三点半 好的 您所看到的画面也就是 您可以看到那个周万来人刚走到一半 结果郭国文就直接冲过去 直接抱走周万来手上所有的提案 那么周万来一个72岁的老先生 一开始也想要试图 来阻挡他的文件被郭国文拿走 但是他怎么可能力气比得过郭国文呢 所以郭国文拿到这个资料之后 就很像小偷就很像强盗 然后一整个人就奋力的往外头冲 然后留下一个非常错愕的一个周万来在现场 那周万来呢 这个资料被抢走之后 韩国瑜眼见这个情势不对 现场又有点骚动 原本是想要来管控异常的秩序 那么也是停下了手上主持的脚步 赶快上前来关心周万来 那么之后呢 周万来回到秘书长的位置 包含很多国民党的立委都上前关心 有这个许臣 有林佩祥 还有呢 包含了张家俊 罗廷伟等人都来关心这个周万来 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位 民进党的立委上前关心周万来的状况 到底是如何 所以呢等于说东西强了 就像强盗一样 强了就走 但是一个中壮年的立委居然把这个攻击的目标 锁定在周万来升上 那么也是让外界完全看傻了眼 那么在稍早呢 大概三点多左右 其实发生了好几波的冲突 包含了民进党的立委 中嘉宾啊 还有郭国文 还有邱志伟 他们等人呢 都想要突破国民党 还有民众党立委的防线 一起来霸占主席台 但是因为呢 抵不过这些人数的优势 所以都没有成功 没有想到最后居然是透过来抢周万 来提案的方式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议事的攻防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 几乎完全都是在用暴力的 来进行这个议事 大家所看到早上 出现这个空手道的状况 王美慧呢 拿起了警察的帽子 然后呢 疯狂的来袭击远警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还有足球的情报 也就是呢 这个中嘉宾 直接冲上主席台情报陈金辉 结果呢 现在民进党居然转弯 带一个风向说 是陈金辉先用暴力的 然后呢 范云这个吃女权自助餐的立委 再吃一次自助餐 他跟大家说呢 这个是陈金辉的暴力 这个要谴责暴力 完完全全都无视于陈金辉 他的臀部 已经被中嘉宾摸到的事实 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呢 再来进行篮球的抄劫 那个周万来手上的那些提案 直接被郭国文给抄劫 所以民进党今天是把这边当成是运动的比赛场 又是空手道 然后又是足球 又是篮球的这个一个状况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立法院所看到的状况 韩国瑜持续的在召集协商 那因此呢 稍早呢 有关于这个协商的部分也是破局的 韩国瑜虽然说 一切都是动用表决来进行 但是呢 因为整个议场内部真的是太慌乱了 所以还是以休息的状况来处理 不过呢 你也可以看到这次冲锋陷阵的人是谁 包含了民进党的 都是台南还有高雄的立委 有这个郭国文有钟嘉宾 屏东的立委 然后呢 还有呢 这个邱志伟 然后看起来难道都新潮流 都是要在赖兴德上任前 先来进行表冲吗 以下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好 相信这一幕幕都被选民给记在心里 看在眼里了 那立法院上演这么野蛮的行为 也真的是够让人瞋目结舌 刚才呢 我们画面不停播送的 就是在稍早发生的一个新的冲突 场面 这是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他是强行来抢走 从72岁的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 手上硬是要夺取抢走议事本 造成了周万来差一点摔倒 连眼镜也都被打掉 那立委陈玉珍也还原了现场情况 直呼郭国文真的是太过夸张 我觉得立法院再怎么冲突 从来就是 立法委员跟立法委员之间的事情 那这一次真的是太夸张 因为我在旁边就刚好在旁边看到 我看到我们民进党过公委员 他竟然对 我刚刚已经把影片发给大家了 竟然对这个秘书长这样整个拉过来 然后整个把他东西抢过去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夸张 那秘书长就倒下去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意识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人会 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对他做这样的行为 但他等会倒下去 然后我们赶快把他那个 就把他护送到这个主席台 我觉得真的不管怎么样冲突 一定这个都是借不同党态之间 立法委员跟立法委员之心 绝对不要去攻击意识人员 那尤其攻击民进党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夸张 民进党真的太脱续了 不能这个样子 怎么冲突就是 就是我们这些立法委员嘛 反正义识人员这样子 这个直接的这个伤害公务人员 这个太夸张了 他们只是在做他们的公务员的职权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要 我一定要严厉谴责 太夸张 我觉得不可自信 这个太夸张了 好刚才看到立委陈玉珍是 带着头盔有备而来 不过呢冲突还是不断 立法院长韩国瑜和三党团的干部 在进行协商到中午时分 宣布休息到下午两点 不过就在接近两点钟时 突然爆发了 陈玉珍与黄杰间的大战 好 好 好 我们上可以看到 陈玉珍为了防止女性绿委冲上主席台 卡在主席台的入口 但因为有其他的女绿委不满 似乎有拉扯陈玉珍 让她一度被驾离主席台 也让陈玉珍相当的不满 一度要爬回桌子 试图重返主席台旁 蓝绿女立委是僵持了约十分钟之后 陈玉珍先退开 其他的委员们才一同离开 立法院朝野爆发多起激烈冲突 直到中午进入到讨论事项 还是没有结论 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决议 要交由党团协商决定 民进党团书记长庄瑞雄一再强调 认为蓝白党团的提案 不符合程序正义 但是国民党副书记长林思敏返呛 过去柯建民也将大新竹和弊案 抽出禁服二毒 根本就是狠狠打脸自己 在所有党团都发言过一轮之后 韩国瑜是宣布 因为没有达成共识 交由愿会表决 我想大家不要再去一直对说 这怎么程序没有正义 这怎么没有程序正义 如果讲到程序正义 柯总招 你还记得一件事吗 我们过去在地方制度法第七条 有关大新竹合并这个案子 但是那时候柯总招 您的版本 您一个人的版本 有到文会去讨论吗 有吗 没有 然后您是不是抽出来禁服二毒 也抽出来禁服二毒 所以你现在跟我们讲 什么程序正义 这个是真的很打脸自己 所以我想我们的法案的进行 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一个立场 一直讲那些跟这个核心 本案核心没有相干的 甚至我可以大胆地讲 当时在大体讨论的时候 你们对每一个条文 其实你们都辽若指掌 都已经讨论过了 我们不要去再自欺欺人 这个大家对整个案子的条文的内容 其实都已经辽若指掌了 我们的版本长什么样子 你们都非常了解 怎么到现在还一直讲说 没有经过实质的讨论 真的经过充分的讨论 好 以上谢谢 趁城区要不要补充 第三位发言 没有 好 各位 等一下 我特别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金语发言完毕 他这样讲我要回答 我知道你等一下 有什么事情你等一下再说好不好 我现在 因为大家第一轮都已经发言完毕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那这个协商 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各自掩耳术 大家都把自己的项目都表达出来 我们还是等一下来院会来共同决议 好不好 等一下 谢谢大家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灰箭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